在这个地方用餐很棒 感觉是一家人的团圆的感觉 对 所以椰主当初也是特别希望 能够是用圆形的桌子 所以当初在盐池之座上面 我们都是用白色的食材 这样子来整个客厅 跟着它原本的地形是融合的 不过我发现 虽然这个屋主不喜欢有主灯 但是在餐厅的地方 还是有了一盏主灯 这也是我唯一说服他 希望能够因为在整个的 一个空间氛围上面 他能够接受一盏主灯 这也是唯一的一盏主灯 水晶吊灯 而且你旁边那个Circo 这个环状的设计 刚好跟这个餐厅是互相互应的 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圆形上面 我们做了一个三个层次 然后它不开主灯的时候 它可以用间列光线 有一个光环照在这边 对… 所以整个氛围是非常足够的 好 那么当然 在这边我也开始也讲过 有蛮多贴心的小设计 这边就要请设计师带给我们看 其实这个真的 如果没有设计师 细心帮我们提醒 我真的不会注意 因为在一般的热水器上面 它会有一个热蒸气的 设计的一个出口 那因为水蒸气 它会造成了整个的一个表面 才能有热痕的水汗 所以我在这个上柜的地方 我帮它加了一些玻璃 就是白磨玻璃 对 白磨玻璃 所以它就不会去破坏在整个的一个水蒸气 所造成的一个温度 而使木皮的表面受小 而且老师说它这个动线来讲 是非常顺畅方面的 是 OK 那三楼的小别墅洋房呢 它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花园 那这个花园我觉得放在这个餐厅 跟它这相关的位置很棒的原因是 你实在是可以欣赏到外面的景色 对 这也是因为它本身来讲 有一个非常好的景观窗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窗台 它除了可以放一些 属于装饰性的物件之外 它也可以一个简单的一个 当然是一个位置 做位区 那在这个窗户上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整个窗户外面 它其实是在整个的视觉上面 我们种满了所有的植物 然后在上面的一个 石块做成的布道 跟绿色的草皮 它可以做成是一个非常简单 可是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一个视觉的一个官员区 如果你觉得这一家的这个 小花园呢 还有鱼匙只有这样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 它还有一区呢 特别是 这种茶区 没错 这个业主他本身来讲 因为他非常的 工作他非常的一个就是繁忙 那到了一个假日 或者是晚上的时间 他希望除了餐厅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 是跟自然接触的 他可以完全融入在景观的 一个氛围里面 所以我们在他的一个 厅厅区的外面落地窗 我们特别帮他铺设了南方充 那南方充呢 上面我们再放了一个咖啡桌 那这个咖啡桌很简单 从墙面南方充到景观的 花卉的一个悬吊 甚至包括他在洗衣间 我们都用了一些 很简单的元素 把它从赛衣间跟咖啡区 一个技巧的 把它区隔开来 OK 所以你说这个回家乡度假 在这个地方得到蛮棒的评设 对 这也是这个业主非常需要的 也就是说回家 他就希望就真的像在饭店里面的概念 谢谢大家